欢迎收看8月18号的财经Espesso 晚上好 我是威明 新加坡警方侦破近年来最大宗的洗钱案 涉及款项高达10亿新元大约34亿令吉 而在这当中 花旗集团的新加坡子公司 以及联昌集团也受到了波及 彭博社报道 在这个逮捕行动当中发现 被捕者曾经在2020年和2021年 使用过这两家银行 对此 驻新加坡花旗集团发言人 拒绝发表评论 另外 大马联昌集团则是发声明说 他们会严格遵守银行标准和法律 不评论调查中的案件 中庭森掌控的香港百胜集团 昨天宣布上半年转亏为盈 从亏损人民币1亿8179万元 转为净赚6309万元 大约4021万令吉 而在这个消息之下 也带动了大马百胜控股 成了今天马股最热门的股项 全天有超过1亿2100万股交易 股价一天下来大涨了7.5仙 或者是34% 闭市时收报29.5仙 而教育所的数据显示 中庭森直接和间接掌握百胜超过6亿股 百胜股价今天走高 意味着它的财富一天之内 就增加了超过4700万令吉 国家银行今天公布大马今年第二季 国内生产总值 在外围需求萎靡 原产品产量减 以及去年同期高基数效应冲击之下 大马四季UDP按年只是升高了2.9% 逊于市场预期的3.3% 更是写下了2021年第三季以来的两年新低 尽管如此国航依然保持全年经济4%至5%的增长预测 对此经济学家认为第三季经济成长可能会进一步放缓 今年如果要达到国航全年增长预测难度相当高 这是因为外围经济环境不明朗 再加上国内也未遇见任何可以扭转经济下行的利好因素 其中拉曼大学商业与金融学院经济系副教授黄景荣更是不排除 第三季恐怕会接近零成长 为全年经济成长保四增加了难度 而彭博智库经济学家塔玛拉也在第二季数据发布之后 将2023年大马经济成长预测 从原本的4%下调至3.7% 那么今天的财经Espesso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